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不是 应该是三个小朋友的奋斗故事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乌村 我最记得就是我两位朋友的故事 就是这个女孩 她叫黄永新 她对飞机真是情有独钟啊 我最初不明白 她为什么整天对着阿风的家放飞机 可能是关于一个传说 就是说女孩放的飞机 放了出去给男孩捡到 她将会成为她的白马王子 Yes 她就是阿风 最喜欢就是在家里组装 唯一能让她停手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 她 姐姐 风仔 今天不用上课吗 不用啊 我有糖 请你吃吧 多谢 好吧 要乖一点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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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丫头 一定是那个小魂球打来的 不是啊 可能是公司打来的 我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还想骗我 把电话拿来 我其实不够想骗你 我可以做什么 我没有想骗你 好的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什么 我不会做什么 你一定不把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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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我的故事 我叫陈家栋 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读书成绩还不错 还拿过奖呢 不过也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对我影响深远 这件事是从一个人开始 这个人就是蒙面朝人 离断公圈 用宫顶 是吗 我可以啊 我可以走了 我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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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请坐 聪明 妈妈对不起 其实凳子是我弄烂的 今天苏文峰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子工程师 负责设计不同的大型控制系统 为无数人的幸福连线 黄永兴 他对飞机工程的热忱一直有增无减 他的飞机现在不止飞到对面的邻居 还飞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而我今时今日都依然这么喜欢蒙面潮人 我也没有忘记 当日答应我母亲要努力实践我的理想 专业成就梦想 以新创建未来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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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